取出一个无级别带拔断零四的超级爆炸109 环价从5万多都8万多都有 好刺激啊 老王取出带无级别的109法系 环价差距高达3万 这个学号真刺激 兄弟们这个号厉害了 直接取出一个无级别号 取出一个无级别带拔断零四的超级爆炸109 这个无级别伤害在109 你得这么说 109极限是423 打完时段太阳时是503 这把无级别虽然有着无级别的造型 但是它实际上跟100武器其实也差距不大 买这把无级别武器的人 其实也是游戏玩的通透 我就等于花钱买个锦衣 我卖锦衣的时候还不亏钱 对不对 这个无级别不是拿来给自己用的 是给别人看的 就好像你的装科毕业证一样 你觉得你的才能配得上那本毕业证吗 考试是怎么没挂科的 怎么开院的心理美术吗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给别人看的 一个门槛 组队的门槛 那应该买120的 120未必比130的便宜 来109 人修宠修猎数全满 3200 辅助技能强壮神速600 神行飞天 灰太郎 七彩 400 召唤兽格子加拓展行囊 再给个250 浪涛沙给个900 气给500 还有个冰雪一兔 神器应该是有的 91再给1500 看看他这个仙力激发 倒门到1680 757加425 加30加236 1448 这孩子2000吧 这孩子顶技能都得浪费 谢谢 能葛大爷 10段的长眉丁喉 加光辉之甲 1400有点高 1200还行 项链是224加7231 项链给个3300块钱 项链虽然11段 但是他比10段满零体 多了一点零力 多了一点零力 就是装一个波一了 衣服的话是171加6 177 双加长眉丁喉 1300 1400 鞋子713D长眉丁喉 1000万 腰带的话永不磨损 长眉丁喉 光芒石 1300左右 无级别武器 最便宜的 无级别原神金雇 130的 射入得16000 有双加的射入得2万 有宝石的射入得21000 22000 耳士是法防卫的双法商 拔断行为时 跟法商卫的来比呢 肯定是比法商卫的双法商要好 就是零食大概是个7000块钱 戒指的话大概是个7500块钱 这个零食大概是个2500块钱 这零食大概是个2500块钱 高级必杀 高级标价 400 400耳士的话还能再给个900 400加900 1300 1300机关鸟数还能再给个400 1300加400 1700 1700 武器还能给个1000 2700 2700再给个1300 3700 3700再加上一个500吧 3700加500 4200 这号东西这么多 画魂3000 我靠 宝贝装备这么好 这宝贝装备一个1000多 10段宝石 72张恶 778段 这宝贝再给5500 实际能的吸血鬼 再不值钱也能值个5000 对不对 5000块钱你肯定要吧 加宝贝装备5500 你肯定要 这只须弥2500块钱 你再哪里也都要了 2000你要吧 2000没问题 这只也就是个2000多 3200加600 加400 加250 加900 加500 加500 加1500 加2000 加1200 加3300 再加1300 再加1000 来 减9000 再加1300 再加2200的无级别 加7000 加7500 加2500 加2500 加4200 加5500 加5500 加2000 再加2000 这好几万多 吸血鬼5000多贵了 有人说 这只吸血鬼5000 贵不贵 实际能 带上升套 进阶10 5孔跟4孔区别大吗 打PK区别大 任务不大话 区别不大 兄弟们说 这只吸血鬼3000 3000差不多 6500 3000我觉得不太可能 它不太可能的地方在于 它再差的10技能 再差造型的10技能 内野 是不是一笔8技能 完美技能的好太多 多了一个反阵 多了一个高度 洗了三个超级技能 工资房子 体资 素资成长 都吃出加号 你们为啥说 这只吸血鬼3000块钱呢 而且还是进阶110 我不太理解说 这只吸血鬼3000块钱 是什么概念 就在我的认知里 它别太多那些 硬着投席 要唱造型的宝宝 好太多了 大家有一个共同特点 119的最权益的话 是一个5000 119最权益的话5000 139的能便宜一个4500 那其实也没差太多 这只我算5500 这两只都是2000 那虚名用户不是付费大 现在78650 咱们再说 这个如果是烧人收号的话 能给多少钱 那整号的话 才买的话 代付级别 打一个0.8 8折 69212 差不多吧 这上其实自己猜开卖是最好 7月9号上架 玩价有7万8 玩价有7万155 5万8 7万3 6万 马上就卖了 人气91探过了 玩价从5万多到8万多都有 好刺激啊 6万6是真金白银呢 出的价格 6万6是真金白银 5万6也是真金白银 7万 来到7万了 定金还价最高是7万 定金还价最高 7万5500 要恭喜莫藤青秋了 应该是他拿下了 这个叫真油数的是7万7 更高了 7万7888 更高了 7万7千8 7万9 7万9 多余打折 原价78650 7万9的价格就是蔡常规 不是不行 蔡常规 就是每个东西增加卖 差不多最高价值能提到这个 仓库没兴 好消息 仓库没兴 坏消息 仓库没有太好的东西 191还开吗 等所有的东西都开完一圈 可能再多开9 121 还行 有人说起码贵了1万5 那你怎么解释 其他人还价7万6呢 对吧 也就证明你现在这个7万9 你再摆三宝盒 你卖出7万9 刚才定金还价和7万6的 我应该是有一个大件顾错了 无级别顾的便宜了吗 无级别为的算是2万2